这样的锈球啊花苗这种锈盘苗啊 到手以后怎么养护啊 其实给大家总结几个点就OK了 第一个点呢 大家容易陷入的这个误区就是不要强光的曝晒 一听不要强光曝晒呢 就一点阳光都没了 一点光照也不给见了 那不断了孽了吗 它感觉生无可恋了 那肯定是不行了 要给一点光照 最好是那种半阴半阳 就跟人一样 你能够接受到微微的一个阳光 今天阳光明媚的那种感觉 哎他就OK了 你也OK他也OK 所以说光照这一块 是要有一点 但是不要浅光的曝晒 那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换盆还有浇水这一块 你换盆的时候呢 咱不要弄个老大盆 帮一下往里边一蹲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俩生活天气太好了 他就阿抖了 他就乐不思索了 他就不想着长了 咱们在换大盆的时候 这种干湿循环是不利的 您记住这么一句话 穷人家的孩子找当家 你稍微干着他点呢 他会长根系 植物里有一个特色 哎 你在干的时候 他这个根系会收收收的长 他自己找水喝你知道吧 就跟小孩一样 他饿了他会哭 你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你看他哭不哭就完了 哭了就给水是吧 不哭别给水 所以说观察叶片 这也是需要一点点的功底的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点的一个问题 就是是非 哎 好多话有拿回来以后 哎 花儿花儿快快涨 一把肥料上去了 不不在乎钱 有钱 肥料给的怪多 没用 他不吃你知道吧 所以说呢 咱们要注意一个什么事呢 要稍微的欠着点 让他就是感觉这种 哎 环境有一丢丢的恶劣 不要钱货的 他这样的话 他会更加的长得更加的壮的 你如果说给的太富足了 水浇的比较多 肥给的比较多 太阳太暴晒 那绝对嗝屁 这个好好的苗 发过去也是不行的 还有的话 你发过来怎么有的叶子发黄呢 这个您不用着急呀 他在快速生长的时候呢 我们在育苗期间呢 是不会给大家去用肥料的 所以说有一点点的发黄 您到时候等种下去 半个月左右浮盆了 你到时候适当地加点肥料 如果说长得穿高的这种剪掉 它长出来的叶子不会再发黄了 这是长得太快了 就跟有的孩子一样 哪那么瘦啊 反正个子太快了 肉跟不上 连骨头加肉一块长的 像这种呢 也有比较少 所以说您要理解这个 好了 这就是一个绣球 绣盘名到手的一个养护 我分享给了大家 过两天 给大家上一个实战的操作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养护问题 视频下方留言 注意这三个点哦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任意 咱们下期再见 好